今天在网上看了一篇文章,让我难受得不得了,心情实在难以平复,古人曾说过不平责民示意,只受到委屈和压迫就要拔出不满和反抗的呼声,真的好想坐下来把心理的话出来,一吐为快,虽然办公室里有电脑空调,但是毕竟是上班时间工作要紧,人总要为他的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 现在下午的工作基本处理好了,我们可以好好聊聊了。 该文章开篇第一句《我看》,过陆游的所有作品,是的,所有,但其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没有打动我,那么陆游的其他作品还是打动过你的,后面你自己也承担了这一点。 你说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红不顾红高粱,是因为《平凡的世界》的原著不够好,重新审视陆游的作品后说,《平凡的世界》是陆游的最大败笔,不知道你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难道你不知道两个电视剧版本的《平凡的世界》均获得过电视剧飞天奖? 成绩本然,如果你不知道,为何下这样的论断? 难道你真的不知道《平凡的世界》在当年引起了多大的轰动? 更何况改编的电视剧,根本无法代表原作,更可笑的是你还做如下的分析,介绍自己的陆游结缘,然后时悲想看到《平凡的世界》,你自称小学五年级,第一次看到陆游的短篇小说,姐姐的爱情就被深深吸引。 还说什么许多年之后,我依然认为那是我接触到的第一篇真正的文学作品,然后你说到的1991年,我在中文系读书时,教文学评论的某某X老师深情并茂地讲起了人生,我才马上借了一本来读,我再一次体会到了文学的魔力,陆游凭着火一样的心,深刻的社会思索打动了我,白症磨哀,他咬住嘴唇, 强忍着眉绕那花子一出来,巧真,多好的娃娃,耐心就像金字一样,金字一样啊,德顺老汉眼泪夺眶而出,顿时哽咽地说不下去了,高嘉林一下子扑倒在德顺爷爷的脚下,两只手紧紧抓着两把黄土,陈通的呻吟着,汉叫了一声,我的亲人哪,人生中的经典片段,一时间,人类在我心中涌流, 我也沉浸在凄凉,惨痛,绝望中不能自拔,我反复想,假如高嘉林不离开农村会怎样,假如巧真不仓促出家又会怎能样,他生活在今天又怎样,谁知罪,谁知过,是被深受感动了吗? 于是,我急切地寻找早已获得第三届矛盾文石讲,1985年到1988年的平凡的世界,还没登记到,却先在女友杂志上读,到她的有关此书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一字一句地读,反复读了几遍,内心充盈着太多的感动,许多句子一读就让人落泪, 到这里我要插上一句,你怎么可能找不到平凡的世界这本书,你们学校图书馆,难道没有,还是你书买不起,就算你家里穷买不起,那么你们当地没有图书馆,借老师,同学的,总会有的,这本书在1990年,左右可是封你全国,第一版电视剧就是1990年的,现在,身处一乡这孤独的地方, 又见雨雪纷纷,两眼便忍不住热辣辣的,无限伤感,随便流逝,物是人非,无数美好的过去是再也不能换回了,只有拼命工作,只有永不遏制的奋斗,只有创造新的成果,才能补偿人生的无数缺憾,才能是青春之花,即便凋谢也是壮丽的凋谢。 本文显于1992年初春,正是万物复苏的时候,他满怀信心地表示,完全应该重新唤起青春的激情。 在一次投入这庄严的劳动之中,那么,早晨依然从中午开始,然而,在这一年的11月,他便在极度痛苦的肝病中,离开了他留恋的世界。 小年42岁,二,读《路遥平凡的世界》,开始批判,我由此猜测,《平凡的世界》,一定是一本卓越的书,因为它是生命之作。 不巧,我先接到是此小说的第三部,但我还是迫不及待地看了起来。 一去看完,我默默和尚书,我知道路遥肯定失败了,因为在我对第一、第二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我竟然毫不费力地读动了第三部。 也就是说,平凡的世界,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亏你说得出来,在路遥还没有写《平凡的世界》,在第三部时,第一部,第二部已经轰动全国,并在中国人民广播电台广播。 难道你不知道平凡的世界是一个与时间线索展开的全景是制住吗? 每一部都是一个阶段的进程吗? 那你更不明白,我后来看平凡的世界,都是翘着读的,一个人一个人的看,孙少平,孙少安,田夫君等等,你可以试一下,每个人都是一个故事。 我随后借来了第一、第二部,看完后更印证了我的判断。 平凡的世界不像小说,更像一批长篇通讯的合集,我表示不懂。 秋解释,我深深的困惑。 这就是我心向网织的名著吗? 这就是他拼搏多年付出了生命代价,并获得矛盾文学奖的平凡的世界吗? 我感到了难言的苦涩,你想说明什么? 我至今没有读到几篇讨论此数不足的文章,只是在一个文学报告会上。 著名作家张伟说了一句,平凡的世界太平凡了,你我不都是平凡的世界的一员吗? 但是你我的人生一样吗? 平凡吗? 平凡的世界? 不平凡的人生? 这话说到了我的心上,难道这就是您所谓的贬义词? 哈哈,首先,人物倾向是平面的,定型的,前锋脉也少了发展。 包括主人公索少安,孙少平,这一点,只是人生中的高嘉宁的复杂性,一对照就明白了。 这个最重要的问题,路遥没有处理好,书中的哪一个人物不是活生生的? 你认为亲爱的形象如何? 丰满吗? 其次,主题见明确,漂亮朋友是通过乐棍杜洛拉的八季皆是无耻者容易成功的道理。 战争与和平是探讨历史发展的动力等问题,就连他本人的人生也是注意思索,造成高嘉宁悲剧的体制与性格的因素。 但平凡的世界却像一个主题不太明确的大型展览会,虽然主人下了很大的功夫,主题不明确。 孙少平,读过书,不甘心的农村老去年轻人的奋斗史,孙少安,强悍的农民,敢于改革创新。 再者,有些关键地方想象生意,尤其是读到省委书记的漂亮女儿田小霞与普通的美矿工人孙少平大塔另外时,我心头一惊,陆瑶竟然不顾常实性的道理。 况且,这个道理还是他在自己的作品人生中成功结识过的。 极高嘉宁与黄亚平最终,因地位悬殊分手最后,陆瑶安排田小霞因救人而死,也许,陆瑶也只能为他画上一个这样的句号。 我真的无法想象省委书记的女儿与煤矿工人,恋爱最后会有什么结果,那么你认为回姑娘的故事如何,生硬吗? 让女主人公半路上去死,是作家功力不足的表现之一作家功力不足。 那你看看热尼亚炉面菜娃,故事的结局此,网络小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也表现同样的功力不足之相。 三,美其名誉为名人会,为死者会可怜陆瑶不忍心说,却又直接顿上了陆瑶本人。 读平凡的世界,我明显感到她协作的艰辛艰难,她把生活的老底子也拼光了,她立志超过自己的中篇小说人生,但没能越过这个横杆。 即使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与人生都有不小的距离,她是否缺少驾驭长篇的能力,我痛苦的想请举例说明。 不要武断,我们的传统是为名人会,为死者会,但以我之卑微,说真话无妨答案,陆瑶有之,也一定不会责备我。 因为我说出了实感,况且,她本人是一位严肃,真诚的人自己片面之言,也敢大放学词,如果你是一个严肃而真诚的人,那么只能说我太冲动,太感情优势了。 说出这些,我也真的是于心不忍,谢平凡的世界太苦了,太苦了,超出了平常人的忍受力,她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享乐,健康,家庭,生命,她付出了她能付出的全部,谢谢你能明白路遥的辛苦,但是你为什么不明白路遥的作品,大多以悲剧结尾,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她个人情感所致。 路遥说,中国少有失败的英雄,这跟路遥什么关系,坚强赴会,路遥的奋力一月,让人赶快,她的失败无损她在读者心中的分量,这才是真正的路遥,如果你是说路遥的家庭,生活,转情,包括短暂的生命是失败的,我无话可说,把生活的老底拼光了这个我也认,一个人不可能经历两个不一样的人生。 因为你只能活一次,除非穿越,就像桃雪芹一样,生活虽然凄苦,生命虽然短暂,但是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是无价的,他们的名字将在中国文学时永远一生辉。 请问你呢,平凡的世界里的平凡的人,若干年后,你老去了,世人谁会记得你? 入黑体字诗原作者,我的是平凡的普通字,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 我是平凡的普通字幕,别忘了按赞哦。 我表现并订阅本频道,就像桃雪芹一样的一样的,我们就像桃雪芹一样的。